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9月27号 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各位早安 我是王峰 值得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26号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 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 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 同时 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正是困难 坚定信心 有效落实存量政策 加力推出增量政策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 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 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实施有力度的降息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 要回应群众关切 调整住房限购政策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打通社保 保险 理财等资金入市读点 会议指出 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进一步规范 设起执法 监管行为 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要加大引资 稳资力度 抓紧推进和实施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等改革措施 进一步优化 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 会议强调 要重点做好 应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 加强低收入人口 救助帮扶 会议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以色列国防军26号的晚间宣布 乙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的 离真主党目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 当天稍早之前 乙军在袭击贝鲁特南郊的行动当中 打死了真主党空中部队指挥官萨卢尔 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 继续全力地打击真主党 不达目的 不罢休 而乙军也表示 做好准备随时展开地面行动 另外以军证实 27号凌晨用舰视远程防空系统 拦截了一枚发射自野门的导弹 这枚导弹触发了以色列人口 稠密的中部地区 包括滨海大城特拉维夫 均拉响了防空警报 拦截产生了巨大声响 碎片则是掉落在了特拉维夫的多个地区 以色列26号发放片段 声称在黎巴嫩贝鲁特南郊 采取行动 击毙真主党空中部队指挥官萨卢尔 以军也公开中部 泰勒诺夫空军基地的片段 空军指挥官表示 已经部署好随时与国防军 北方司令部联手 在需要时采取地面行动 只待上级下达指令 指挥官也强调 要防止伊朗向黎巴嫩运送武器 以色列26号下午宣布 正在向黎巴嫩南部的 真主党据点发动新一轮袭击 真主党采取行动回应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 以色列北部多处民 狙击车辆受损 索性没有人受伤 以色列此前表明 要将战时的重点转移到北部 国防部长加兰特 也批准了继续在北部战线 对真主党实施进攻行动 军方25号开始征召 后备一士兵报道 大批军人26号起 陆续抵达北部城市 纳哈里亚准备服役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 则在26号抵达美国纽约 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 并发表演讲 他表示以色列的政策目标维持明确 而且达到目标之前不会停止 美法25号提出 已离边境停火21天 但遭到以色列拒绝 美国白宫发言员26号确认 提出停火的建议前 曾和以色列协调过 重申美方原在为实现停火 做出努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26号拒绝了 美国其盟友提出的 在黎巴嫩边境实现 临时停火21天的提议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当天 递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史称 已经将会继续的 全力打击珍珠党 而美国白宫在当天回应指出 美国和以色列依然继续保持对话 美国依然相信 外交斡旋才是 缓和紧张局势的正确方式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 26号抵达纽约后表示 以军将继续对真主党 实施全力打击 直到真主党停止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此番言论让美国和欧洲 提出的21天临时停火协议 变得希望渺茫 美国 法国等十多个盟国 在25号联合呼吁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立即实现21天的临时停火 美欧盟友称 近期升级的冲突令人无法容忍 并带来了不可接受的 更大范围的局势升级风险 白宫称 这份声明的发表是基于 美国与以色列高级官员之间的共识 美国官员还透露 并不预计真主党会签署最新的停火协议 但相信黎巴嫩政府将与真主党协调接受提议 在以色列国内 这份停火提议遭到了一致批评 尤其是来自内塔尼亚湖的执政联盟的极右翼成员 原本美方预计 内塔尼亚湖将在联大会议上正式接受停火提议 但目前美国白宫拒绝预测内塔尼亚湖的讲话内容 富华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26号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 以色列已经从美国获得了87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用于支持其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 并且保持其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 根据了解这项计划 包括35亿美元用于基本战时采购 52亿美元用于防空系统 包括铁穹防空系统 大卫投尸器防空系统 以及先进激光系统 另外 正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采访的本台采访组 26号走访了南部城市赛达 看到有大量的叙利亚难民 因为战乱动荡而流落街头 那黎巴嫩政府目前呢 是基于安置本国南部 因为以离冲突而逃亡的难民 无暇顾及邻国所涌入的难民 来看本台特派黎巴嫩记者 大卫里的先生报道 在这一轮的以离冲突发生之前呢 其实我所在的赛达 是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旅游城市 有很多的外来游客会在这里 但是现在呢是看不到他们 其实我身后的大部分的 在当地暂避的难民呢 其实并不是完全从黎巴嫩的南部来的 还是从邻国的叙利亚逃来的 那很多人呢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 这么多叙利亚的难民呢 其实这是一个长期地区 动荡造成的结果 另外呢在这段时间 以离之间的冲突呢 也是加剧了 这个中东的多国边境的这种不安 所以很多的从叙利亚来的难民呢 也是蜂拥到了这里 那在现场呢就有一个少年呢 就给我用手机的翻译 来跟我解释一下 那其实他就是从叙利亚逃来这里的 但是呢他是希望他能够去 黎巴嫩当地的学校读书 但是现在呢黎巴嫩当地的政府就说呢 他们现在安置从南边来的难民呢 已经是人数太多了 所以没有办法来接收 这些从邻国逃来的难民 我们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除了我身边这些孩子之外呢 其实带他们来到这里的这个父母啊 还有一些老人呢 他们住的这个环境 我可以我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能够带的东西是非常少的 一些面食 面包 一些饼子 还有一些水果 还有一些水果 那还有这些简单的被子 晚了预寒 但是现在呢这个天气还可以 不是非常的寒冷 但是再往后拖的话呢 那这个当地的气温呢 就会昼夜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那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群呢 其实是很多的 还有的人啊 可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 很多人呢是自己开车来的 在这个车顶上呢 可以看到呢 他们是带了自己能带的所有的东西 放在车上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呢 从不远处的这个公路那边开过来呢 南方公路开过来呢 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这里 为什么来赛打呢 因为赛打这个地方 现在是黎巴嫩南部呢 人口聚集人数越来越多的一个地方 因为平民聚集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当地人相信呢 这里呢相对来说反而是安全的 那以色列方面呢 不会轻易的对当地的平民聚集区呢 发动任何的军事行动 所以他们认为比较安全 那在当地的附近有一些村庄呢 还有一些建筑呢 早前也是遭到袭击被损坏 有很多的被受到影响的居民 还有外来居民呢 其实都是在这附近的一些学校 现在暂闭 当然了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呢 这些学校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没办法正常的运作 所以很多的学龄的儿童呢 现在也没有办法继续上课 这就是现在在塞达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城市呢 现在的现状 我们现在还想继续的往前去看一下距离这次以离冲突 更近的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吉亚尔当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比这里更严重 因为从早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国际社会有多国呢 呼吁以离尽快的停火 尤其政治党方面 还有以色列方面 有尽快的停止相互的攻击和指责 尽快的恢复谈判 甚至西方一些多国呢 还提出了一些停火的计划 所谓的21天的兴血计划 但是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 内塔尼亚乎政府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 不愿意轻易放弃在目前在以色列北部 也就是从黎巴的南部接壤这个地区的这个军力的部署 所以现在的局势呢 对于当地的每一个人来说 仍然是他们感到呢 还是前途未卜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问了很多人 他们来这里呢 已经在这个公共绿地上 已经待了四五天了 但是至于什么时候离开这片绿地呢 就是他们自己呢 都没有任何的计划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当地的观察报道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 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他表示 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家园 他们不会离开 阿巴斯指出 巴勒斯坦是他们父辈祖先的土地 是属于巴勒斯坦人 他们不会允许以色列占领袈沙的任何一村土地 同时他也批评 以军在袈沙的军事行动 已经几乎完全将袈沙摧毁 当地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他要求国际社会 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核输送武器 以制止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流血冲突 阿巴斯并质疑以色列拒绝执行联合国决议 不配成为联合国的成员 而巴勒斯坦将会继续地寻求国际社会支持 使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阿巴斯同时也强调 加沙的战事结束之后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会完全控制加沙地带 拉法边境口岸 约旦河西岸 还有东耶路萨勒 并且会举行选举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一会见 欢迎回来 针对美日印澳峰会设南海言论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26号回应 要求美日印澳不要搞麦克风外交 在南海不要搞阵营对抗 另外张小刚也敦促美国要按照公开承诺 尽快地撤走在菲律宾的中岛系统 同时也警告菲律宾不要误判形势 冒险挑衅 21号到22号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领导人峰会发表联合声明 表态称不针对中国 但却指责当前南海存在胁迫和霸凌 美日印澳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 却对中国搞麦克风外交 明理暗理指责抹黑中方 搅局拱火误导舆论 特别是美方 在南海地区部署进攻性武器 拉拢盟友频繁搞军演 对中方脑胶进行抵禁侦查等 要说谁在南海搞胁迫和霸凌 谁在搞阵营对抗 美国当之无愧 今年4月 美国以联合演习名义将敌风中程导弹 发射系统运抵菲律宾 至今没有撤走 菲律宾国安顾位日前证实 暂时不会撤出美国部署的敌风武器系统 还计划向美方购买中程导弹 我们遵促美方纠正错误作法 按此前公开承诺 尽早撤走中导系统 同时正搞非方 不要打错算板 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 只会自毁家园 自食恶果 中方工具箱里有丰富的选项 将根据形势发展 采取有力措施 予以反制 而针对近期的美国对台授武 以及民进的当局加速备战 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26号回应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 民进的当局买再多的武器 也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宿命 那对于日本军舰穿扛台湾海峡 国防部警告不要搅局滋事 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立法机构 提交2025年度预算案 防务支持总额达到6670亿元新台币 台陆军今年期将大幅采购各类型的无人机 主要用于城镇战争侦查和攻击任务 多行不义必自毙 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宿命 据报道台湾从美国购买的首架F16V 预计9月底出厂交付 美国26架无人机制造商访问台湾 日前还爆出美国去年底向台湾提供的军事装备 有些弹药过期有的发霉 另外美国还计划向台湾提供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张小刚批评美国是把民进党当局当冤大头 把台湾当提款机 而在台湾海峡25号 日本自卫队联号驱逐舰首次穿航 同时穿航的还有澳大利亚悉尼号驱逐舰 新西兰奥特亚罗瓦号补给舰 张小刚表示解放军全程跟肩 反对以航行自由为名 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搅局滋事 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严阵以待 日本近期在军事方面动作不断 日前美国陆军部长接受采访透露 正在与之方讨论 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军多余特遣部队 可能包括中程弹道导弹系统 国防部批评 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 将加剧具备竞赛势头 严重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中方会根据形势发展予以坚决应对 富凰卫视 霍卫委委 后运 北京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 俄乌战事时区当中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顿灭此刻的列索夫卡已经被解放 另外美国26号宣布 再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英国则是将向乌克兰提供16门AS-90自行榴弹炮 而德国此前也表示 已经批准追加约4亿欧元的队乌军事援助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放视频 声称打击了扎波罗热地区 一家航空工业企业的工厂组装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 摧毁乌军多达250架各类型的无人机 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俄方制导炸弹击中哈尔科夫一个居民区 造成多人受伤 住宅楼等多栋建筑受损并引发火灾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26号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他表示 新一轮军事援助是要帮助乌克兰赢得这场冲突 这轮援助包括使用精确制导炸弹 以提升乌方远程打击能力 拜登还表示 将于10月在德国召开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 进一步协调多国队伍援助 另据乌美26号报道 美国和欧盟正接近 基于冻结俄罗斯资产所获收益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的具体条款达成协议 据称 如果欧盟就美方要求修改对俄制裁审查 美国将会提供其中的200亿美元 英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 将向乌克兰提供16门AS-90自行榴弹炮 其中10门已经交付 剩余6门将于未来几周交付 乌克兰据报一直希望 或许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 来打击俄罗斯领土纵深的军事目标 而英国已经允许乌军 使用风暴阴影导弹发动打击 但仍希望得到美国等的支持 德国25号则表示 已批准追加近4亿欧元的队伍军事援助 德方声明指出 这批财政援助将允许采购更多的防空系统 坦克和无人机等 德国还称将很快再额外提供1.7亿欧元 由于帮助乌克兰恢复能源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 在美国国会大厦会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 当天在被问及是否会结束战争时 他给出肯定回应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白宫 与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会晤 拜登政府宣布了对乌克兰 供给约80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 拜登对于乌克兰如何赢得战争 也提出了两点主张 而哈里斯则强调援助乌克兰符合美国利益 泽连斯基26号访问美国白宫 向拜登政府介绍他提出的胜利计划 并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拜登则对乌克兰如何赢得战争 提出了两点主张 在对乌克兰的条件中 I raced with President Biden the plan of victory today we are preparing to discard the details to strengthen the plan coordinate our positions use and approach our teams will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implementation of our future steps and today in the morning I've met with both Senate and the House and thank you for the unwavering bipartisan support and to all American people together We have to win, we will win 拜登当天宣布对乌克兰新一轮军事援助包括提供第一批精确制导滑翔炸弹射程可以达到130公里 这种中程导弹使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能力实现重大升级 除了军事援助泽林斯基还希望得到美国和盟友的授权 让乌克兰军队可以使用西方制造的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 但拜登在26日的会晤中尚未同意乌克兰的请求 此次访问是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 泽林斯基第五次访问华盛顿 也是他与拜登的第11次会晤 与哈里斯的第7次会晤 不过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林斯基的会晤请求 特朗普抨击美国对乌克兰的巨额援助 并坚称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将迅速结束俄乌战争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美国大选现在倒数不到六个星期 哈里斯首次接受了单人电视采访都聚焦了哪些议题呢 另外特朗普的经济议题上领先优势正在减少 美国经济专家到底如何分析 而下周举行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能否为特朗普扭转局面呢 好 带着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和洛杉矶直播室记者杨平俊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平俊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杨总王峰 大家好 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 25号晚MSNBC播出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的首次单人电视采访 他以中产阶级捍卫者的形象出现 重申了当天下午在匹兹报经济俱乐部 发表了轻商业的立场 在约25分钟的采访中 哈里斯主要聚焦经济议题 当被问及如何回应那些 认为他的政策不适合自己的人 以及为何民调显示 选民认为特朗普在处理经济问题上 更具优势时 哈里斯的回答显得较为迂回 他猛烈抨击了特朗普的经济表现 指责其导致制造业和汽车工人岗位的流失 并批评他的关税政策 实质上是对美国消费者加征了销售税 同时哈里斯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民主党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怎么办 他一直在大力推动中产阶级减税 首次购方舟补贴 增加医疗保健支出等政策 然而当被问及如何为这些提案 酬错资金时 哈里斯并未做出直接回应 也并未正面回答民主党 在参议院的未来前景 在谈及税收政策时 哈里斯强调 每个人都应缴纳公平的份额 截至目前 哈里斯的采访者相对友好 MSNBC的观众大多支持民主党 因此也可以说 他尚未接受一次真正心理的采访 冯凰卫视孙海若 姚依伟华盛顿报道 武党派的匹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6号发布最新报告 指分析过共和党总统候选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之后 认为这一计划可能会导致通胀反弹 同时也将减缓美国的经济增长 匹德森研究所的报告指出 虽然特朗普承诺让外国人付出代价 但分析显示 首当其冲的很可能是美国民众 该报告重点分析了 特朗普经济议程中的三项关键政策 包括驱逐830万非法移民 对所有进口商品征税10%的关税 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 以及允许总统干预利率政策 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 特朗普24号在佐治亚州 发表经济演讲时从表示 他的新美国工业主义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提高工资水平 让美国重新成为制造业强国 尽管特朗普表示 他的政策将吸引外国企业和工人 但经济学家担心 向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 可能反而帮助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 驱逐移民 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以及干预美联储等措施 预计将导致美国GDP下降 并加剧通胀 哈里斯在25号的 匹兹堡经济俱乐部讲话中表示 经济学家对他的政策 可以控制通胀 更有信心 同时五党派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估计 特朗普取消加班费税的计划 可能在十年内耗自6万亿美元 将企业税从21%降至15%降自2000亿美元 而取消消费所得税将耗自2500亿美元 特朗普曾表示他的政策不会增加国家债务 且会通过经济增长来偿还 福克斯新闻聚焦于下周二登场的副总统的辩论 而在这场辩论登场之际 分析认为说 通常副总统辩论不会对于选民投票意愿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鉴于当下哈里斯跟特朗普 在最后阶段依旧是竞争激烈 任何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重大失误 或者是致命一击的失败 都可能改变局面 分析指任何一方支持率 即便拿下0.1个百分点 都可能是4到5个州的差异 分析指哈里斯团队采取的是一种隐藏竞选 包括极少接受专访 或者接受友好媒体专访 也接受好那些设定好的内容的采访 另外在重大一题上 哈里斯方面是含糊其词 无法正面回的情况之下 其副手Tim Wars将会在辩论中 面临非常严厉的质问 而另外共和党的总统 副总统的候选J.D. Wells 也最为知名的是他 没有孩子养女养猫的女人说 这样的说法 也曾遭到严重的抨击 国会三报则聚焦于 北卡罗那州的选情 北卡罗那州选举委员会 州市宣布 在过去的20个月内 以不合格为由 从登记的选民名单当中 删除了近74.7万人 据了解 大多数被删除名单人 被认为是没有登记 包括在搬家的时候 没有更新地址 或者是两年都没有参与过 过去两年没有参与过 联邦的选举等等原因 官员还表示说 其他被取消资格人 包括死亡 被定重罪 搬到外州等情况 北卡罗那州是今年 总统选举7个摇摆州之一 2020年以来 只有民主党人 奥巴马拿下过这一州 其他都是由共和党拿下 而目前哈尔里斯 在当地民调是和特朗普 呈现胶着的状态 以上今天美国焦点 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好 谢谢评论 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还要来关注一下 26号美国纽约南区 地方法庭文件披露 纽约市长亚当斯 被指控五项联邦罪名 其中包括了收受贿赂 变性欺诈 共谋 招来竞选非法外国捐赠等 这也是历史上首位 纽约再任市长被刑事指控 多位纽约市议员 就呼吁亚当斯请辞 但是他拒绝 并呼吁快速庭审 指控书生 自2014年 亚当斯当选为 布鲁克林区长以来 他长期收受贿赂 包括国际航班机票 昂贵酒店和餐饮 那我目前是在纽约市议会 早前就有多名纽约市议员 是呼吁亚当斯请辞 实际上纽约州长霍楚有权 移除亚当斯的职位 但是他目前并没有这么做 并且发声明表示 正在监测事态进展 而亚当斯则再次重申 自己不会辞职 他还表示是因为 自己在边境移民等问题上 与联邦立场不同 因此被针对 凤凰卫视 陈飞飞 张兆宇 纽约报道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周五进行投票 当天会诞生新总裁 本次决逐总裁选举的人数 最终有破纪录的9名候选人 目前的选情竞争是相当激烈 而各位候选人的经济主张 是各不相同的 有日本之外表示 如果继续按田的经济出现 可能财政会进一步的恶化 自民党总裁选举 9名候选人参选 民调支持排名前三的候选人 石破茂 高市早苗 小权进次郎 经济主张各不相同 石破茂认为 带领日本脱离通货紧缩 是最重要课题 恢复个人消费 加快设备投资 创生地方经济 提高最低薪资 推进经济发展 石破明确表示 会继承按田政权的经济政策 但另一位有力候选人高市早苗 则继承安倍经济学 他对日本财政状况持乐观态度 称应该动用财政 推动经济发展 他明确反对日本央行上调利率 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后 预计很快就会解散众议院实施大选 有声音指 新首相可能为解决物价上涨等问题 再度撒钱 为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 但这种做法并不能根本解决亲戚问题 凤凰卫视 李淼 沈宁正盛 日本东京报道 日本执政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 由于自民党目前在参众两院 掌握多数席位 所以新任总裁将会顺利成章 获选为首相 这也让这次的选举 备受外界的关注 自民党去年爆出派罚 通过募款参会 涉嫌收取非法现金丑闻 支持度遭受重创 加上日元急速贬值等问题 引发的经济困局 使首相安田文雄的支持率急跌 并在上月宣布不再参选自民党总裁 而角逐总裁选举的人数 最终有破纪录的9名候选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党内多个派罚 因丑闻不断扩大而陆续解散 引发各方力量摩拳擦掌 尤其是一些原本因为资历 不够深厚而无法参选的议员 现在只要找到20个推荐人 就能够参选 使得竞逐的人数为例来之冠 9人将要争夺 368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的议员票 以及368张基层党员票 共计736票 得票过半就当选 否则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 将晋升第二轮投票决胜负 而在第二轮投票中 368名议员仍然每人一票 但党员票数则减少到47票 也就是共计有415票 日本媒体的选前民调显示 9人中前防卫大臣石破茂 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 高市早苗 以及前环境大臣小泉静次郎的支持度 遥遥领先其他对手 提出建立亚洲版北约 现年67岁的石破茂 此前四度参选总裁都败北 但有分析指 他从政经验丰富 作风务实谨慎 有精通政策 让他成为带领自民党 参与来届日本参众两练选举的最佳人选 建议抗衡由政坛老手 前首相野田佳燕 领军的最大在野党 立宪民主党 63岁的高市早苗 被不少国会议员认为立场过于鹰派 他表示过 如果就任首相 会继续参拜 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但他高举重点发展经济的竞选旗号 获得关注国家经济的党员支持 至于小泉金次郎 顶着父亲前首相 小泉淳一郎的光环 一直备受党内注视 而他以43岁至零参选 是这次选举中最年轻的候选人 他标榜改造自民党派法主政陋习 党内中间和年轻议员 对他寄予厚望 不过他令人费解的表达方式 被外界批评 说话内容空洞 知识度几跌 为了挽回颓势 他败会派伐龙头 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 更招来非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关注一下法国 仅千名法国铁路工人 26号在巴黎举行抗议活动 反对政府推动铁路私有化的建成 尤其是反对新任交通部长所推行的 用长途巴士来替代地区间列车的计划 组织者就期望政府应该呼约欧盟 重新谈判保护铁路公共服务 和就业岗位 这次的抗议活动 是由法国铁路系统 几大主要工会联合发起的 旨在抗议政府 对铁路进行私有化的推动 抗议者认为 为了避免欧盟委员会 针对法国铁路 展开相关的政府补提调查 新任交通部长正在计划推行 长途巴士替代地区间的列车 而这项计划也严重 威胁到了目前铁路运营业务 和相关的就业岗位 抗议者呼吁政府 应与欧盟重新进行谈判 并采取相关措施 避免危机的爆发 富豪卫视 金亮 巴黎报道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在香港 两名前立场新闻高层 钟佩权及林少彤 因串谋发布 煽动刊物罪程 26号被判刑 特区政府随后声明表示 相关判刑彰显公益 发言人表示 从法庭裁决理由可见 立场新闻完全罔顾客观事实 违背国际人权公约所强调 新闻从业员必须按负责任 新闻作业原则真诚的行事 发言人强调称 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 保障言论自由 和平集会 游行和示威自由等基本权利 香港市民 包括新闻工作者 一如既往可以自由做出 基于事实的评论或批评 即依法享有和行使 新闻和言论自由 无需担心会误罪罚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特区政府有法避仪 会继续坚决果断严正执法 全力有效防范 制止和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中央赠港的第三对大熊猫 安安可可 26号从四川 飞抵香港 特区政府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在场迎接的香港政务司司长 陈国琪表示 大熊猫加入香港大家庭 是喜上加喜 特区政府将会举办 多项相相关的主题活动 上午十一时许 安安和可可乘搭专机 来到香港国际机场 升降台早已准备就绪 还有一众工作人员在等候 在飞机内外工作人员 和运输车配合下 装有大熊猫的白色半透明笼子 平稳降落至地面 而落地那一刻 也是他们看香港的第一眼 率先现身的是安安 他先把爪子放在铁栏边 然后露出半个圆圆的脑袋 向外张望 好奇地向周围打亮 这个即将定居的新家 随后可可也闪亮登场 小爪子抓住铁栏 显得既兴奋又雀跃 特区政府准备了 简洁的欢迎仪式 现场工作人员 向官员和嘉宾赠送大熊猫娃娃 连海洋公园的大熊猫吉祥物包包 也提前到机场迎接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适逢国庆75周年 非常热切期待一堆大熊猫 加入香港大家庭 同时感谢国务院 港澳办等部门 过去多个月的安排 充分展现中央对香港的 关爱和支持 两只大熊猫 随后被护送到海洋公园 抵达时 现场爆发出欢呼声 海洋公园设置了 专门的队伍在门口迎接 他们会先在海洋公园 简易隔离30天 之后会有30天的适应期 港府表示 看适应情况 并听取专家意见后 会尽早安排大熊猫 与公众见面 未来两三个月 港府将举办丰富活动 包括争鸣等 带动喜迎大熊猫的气氛 凤凰卫视 张又人 赵龙 林嘉敏 香港报道 为了庆祝国庆 香港将于10月1号 当天晚上的9点钟 在维港上空举行烟花会演 并且首次加入无人机表演 香港警方预计 当天晚上会有至少33万人 在维港两岸关上 将会加强人流管制措施 这次烟花其实是9点半会结束 以罗湖的口湾为例 我们如果是在金钟 去罗湖的车程 大概是一个小时 换言之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当烟花结束之后 其实他们如果有游客 需要即时回来地的话 其实他们有一个半的小时 是可以由观赏区 去到就近的地区站上车 所以其实我们相信 那个上车的时间是很充裕的 警方将从国庆当天下午4点钟开始 对金子晶广场附近实施封路 从当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 在尖沙嘴一带实施封路级改道 而中环湾载一带 则是从7点半开始 实施特别交通安排 警方呼吁市民纪有客 在出行之前要预先查明相关的道路 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的调整安排 此外从9点钟开始 在西九龙高铁站外的惠明道上 会增设前往黄岗口岸的 临时跨境巴士站 方便疏导旅客 而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红炭海滨正在进行工程 当天晚上将不会开放给公众 进行观赏会议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 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美股三大指数周四全线收涨 标普500指数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上周初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 也缓解了市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担忧 带动了市场气氛 在各股方面 芯片制造商美光第一季度的营收是高过了市场预期 公司股价大涨了接近16% 而中概股受到追捧 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大涨了超过一成 来看一下具体数字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42175点 涨了260点 涨幅0.6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18190点 涨了108点 涨幅0.6% 标普500指数收报在5745点 涨了23点 涨幅0.4% 接下来请本台驻纽约记者给我们做一个统结 我们来看星期四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是开盘的时候 就是跳高开数 随后是全天一度小幅反复收盘上升作手 表普500指数还是上探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投资人关注的首先 美国国内的经济层面的数据都是超强人意 上周首次申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 是耐用品订单以及国内生产总值 都被市场解读为是良性的数据 另外继联储大幅降息之后 中国也推出了大幅的经济振兴计划 这个计划的效应在投资市场上 星期四在美股市场上有所体见 投资人的情绪开始转向于投入中概股相关 以及中国业务发展相关的一些指数 所以中概股在星期四表现亮丽 其中京东上升14.39% 百度上升8.55% 而网易上升4.88% 成为纳指当中表现相当优异的几个股 另外在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美光一个芯片公司也是因为盈利超好 上升14.73% 那么在纳指当中成为生活最好的一个个股 由于整体经济层面前景被看好 所以标普五百指数当中领涨的产业是原料类股 以及科技和金融产业 但是由下略微呈现一个下跌的局势 所以能源类股持续两天 是成为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行业股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产业股 另外比特币上升到6万5千 这个价位带动了加密币相关的产业股 现在Coinbase出现了8%的升幅 从6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MicroStrategy上升10% 是9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但是超级微电脑出现超过10%的跌幅 主要是美国司法部对该公司的财务进行调查 收盘日十年潮店收益率是3.794% 油价下降2.90% 67块6毛7亿同作收金价 区域上升0.42% 月份的发货合约价位在2695.80美元 一样四作收 以上是星期四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纽约报道 26号 备受关注的新世界集团人事变动终于水落石出 郑志刚辞任集团执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而现任首席营运总监马绍翔 升任集团行政总裁 家族后代与作为外姓人的资深职业经理人 两种接班人到底该如何取舍 也再度引发了热议 26日新世界集团宣布 郑志刚辞任集团执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职务 并转任非执行副主席 消息已经宣布立刻引发各方热议 因有关化人举动极为罕见 通常香港本地大型地产商由大股东家族控制 会谨慎安排接任人选 作为香港传统的四大地产发展商之一 新世界集团的业务版图极为庞大 作为家族第三代接班人 也是集团主席郑家纯的长子 郑志刚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 也曾是位文艺青年 他一直热衷商业与艺术跨界 因此除担任新世界要之外 也出任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 等文化领域的公职 外界原本也一早将郑志刚 视为正式家族企业的接班人 所以集团主席郑家纯表示 感谢儿子郑志刚在集团业务上的不懈努力 对于他投放更多时间于社会公职的决定 十分尊重和支持 然而此次人事巨变也显现了面临诸多外界挑战下 带领整个家族前行史 家族企业发展轨迹的变化 开始运用家族内部与非家族人才的结合 来经营家族企业 而新任舵首马绍祥虽是外星人 但在土地规划和建造界工作超过38年 并曾与港府工作 于2017年曾担任香港发展局局长 马绍祥其后于2018年加入新世界集团 北部都会区合作也是其牵头促成 新任CEO能否搭好这份工 而郑志刚辞任行政总裁 占星公职后 郑氏家族第三代的接班人大战 也将随之上演 令人拭目以待 凤凰卫视卢锡文香港报道 好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